焦点转到海线大甲区 燕门路汉井上街口因为地势低洼 一旦下大雨就会淹水 让附近居民相当困扰 为此市议员吴敏记接获成型后 也多次颁礼会刊 并且顺利争取到 3500多万元的经费 要来施作雨水下水道 近日已经顺利开工 预计最快明年3月就能完工 我们所在的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就喜欢海线转加雨水下水道 众人听取市府人员简报 了解施作进度 大甲区燕门路雨井上街口 因为地势低洼 风雨避淹水 让居民是相当的困扰 为此市议员吴敏记 从103年起就多次展开会刊 顺利争取到3550万元经费 要来施作雨水下水道 而近日也已开工 做了很多次会刊 也感谢市府的帮忙 跟中央的补助 我们也争取到3500多万 那现在已经开工 那我们今天举开这个说明会 主要希望让地方知道 我们这个下水道工程 怎么做 有多长 市府水利局表示 这次施设的排水箱含 总长约600公尺 宽度有2.3到3公尺 深度约1.5公尺 可以将水流引导至后里排水沟 有效避免水患的发生 不过地方居民也反映 近期来自来水公司 进行管线泰患工程 因为铺设铁板 导致许多噪音产生 因为自来水公司也在大致街做水管 泰患工程 因为他们铺设的铁板 晚上的声音都非常的大 附近居民都没有办法入睡 在一些比较有噪音的部分 加上一些软电的部分 减少噪音的产生 把它上游的水 沿着燕门路 大致路 还有和平街 我们引到后里排水 那这公期大概是八个月 水利局也表示 雨水下水道改善工程 预计最快明年三月就能完工 施议员吴敏记也要求 做好交维计划 减少对当地交通冲击 也期盼工程能如期失作 改善居民常年来的淹水噩梦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